好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今天的湾区新闻解讯 圣河西警方5号表示 已经逮捕了2号早上性侵哈克中学女教师的嫌犯安德鲁布拉卡蒙特 23岁的布拉卡蒙特此前因为入室盗窃期间试图性侵而入狱 交保50万美元后被假释 他在圣河西也有一个犯罪记录 性侵案发生后 圣河西警方组成了近50人的特别小组 包括K9小组 警犬跟踪到布拉卡蒙特的气味 警方通过学校以及圣塔克拉拉和圣河西的其他监控录像将他定位 布拉卡蒙特住在哈克中学附近 案发后他被女性朋友赶到了旧金山 警察一直跟踪他 并于4号晚7点55分在旧金山逮捕了他 警方说布拉卡蒙特为了躲避警察 修剪了头发改变了外表 他并不想投降 并且正在花时间准备逃离弯曲 旧金山代理市长兰登布瑞德5号通过推特宣布将参加6月的特别市场选举 布里德强调他是在金山出生和长大的 2012年布里德当选市议员并从2015年开始担任议长 去年12月12日凌晨 前市长李孟贤因心脏病去世 议长布里德自动成为临时代理市长 目前有意竞选市长一职的候选人已经逐步浮出水面 由前加州参议员马克雷诺 明年届满的第二区市议员马克菲瑞 和今年届满的第六区韩裔市议员金真言 前市议员安吉拉阿里奥特还有社区资深华人义工李爱陈等 美奇百货将关闭在Ginishan Stonetown购物中心的百货店和家具店 同时谢尔斯也将关闭圣河西和圣拉费尔的门店 这些商店将在今年的3月和4月关闭 由于Amazon和其他在线零售商通过不同的付款方式和更短的交付时间 使得网上购物更加顺畅 像美奇百货、谢尔斯和Jesse Penny这样的百货公司倍感压力 去年开始大规模关闭店面 在2016年 美奇百货宣布了一个几年内关闭100家门店的计划 美奇百货的报告说 虽然2017年年末的销售有所增长 但这些收益还不足以挽救所有的门店 新唐人记者曹景哲、余伟综合报道 新售有所增长